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下一届的台北市长会由谁出马角逐 国民党内呢 是看好这个备受马英九关爱眼神的 行政院副院长江仪化 还有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连胜文 对于外界呢 指控马英九读后江仪化 他昨天是做了一个明确的澄清 他说呢 这个媒体说他读后江仪化 是这个不风捉影牵强附会 而且他说呢 这个党内的这个机制是 如果能够协调人选的话就协调 如果不能的话 就会依照国民党公平公正 公开的初选机制来进行初选 那外界视为呢 就是马英九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呢 站稳立场和站清立场说 他并没有真的是读后江仪化 社长我想请问 就是这一次的消毒效果如何呢 我想应该某种程度会有达到一个效果 一来就是说 的确就如同国民党内部对他的质疑 就说学走席上坐满的人 你怎么去观众席里头挑个挑的人 不在选手席里头挑 的确就是说作为一个党主席 甚至总统 在民主时代里头 的确不适合 就是说 尤其在台北市 那个看起来就是说 逗定人干嘛 反正很容易选 几乎可以选得上的这种样态里头 你去指定人选 那过去历来官暗人眼神都不准的 所以大家都等于说竞争者重 所以大家太紧张了 江仪化为什么就是说马英九会读后他 因为他过去在研考 他是学者从政 他在研考会里头做得还不错 所以他就当了首席部长 那江仪化当然也有一点个性 他就跟马英九讲说 那我不是党员 所以选举的时候 你不要叫我去站台干什么 马英九都答应了 那这个立场的一个 就是说政务官到底应不应该服选 已经吵了很久 理论上是应该要服选 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打下天下你才能执政 那么就是也因为有这个过程 所以国民党人在看江仪化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人就有点吃味 我们去选了半天选下来 你去当首席部长 你现在又当了副院长 那你现在又当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所以就等于说先放出风声 他们觉得马英九对江仪化非常好 先放出风声 你到底是不是要他选 然后又丢出一个连胜文 马英九做了一个澄清 他提到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说叶金川 当时是他的副市长 也想选 后来初选没有过就输了 就没有提名他 而且有一次把他丢到花莲去 要选县长 他初选也输了 输给杜立华 杜立华 对 所以也就没有提名他 所以这一点的确可以做 相当幅度一个澄清 就是说不是你跟马总统好 或跟马市长好 或是跟马主席好 就有机会当为 就是说当然的一个候选人 或者说马英九就一定会指敬他 对 好 那讲到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外界也很期待的 就是这个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的长子连胜文 能够出来选举 而且不少的人认为 如果说江一华 有马英九权力的加持的话 在党内初选上面 他跟这个连胜文 可能是五五波 不过您认为 如果说真的是拼起来的话 哪一位胜算比较大 政坛上经常是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连胜文他在民间的身亡还不差 那他过去的辅选 从南走到北 而且他也因为吃了个子弹 所以第一个 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意愿要出来 那当然看他的样子 他如果要出来 机会也是 可能性也很高 那江一华 他毕竟是比较学者从政 他对于这个所谓选举的文化 选举的操作 他并不是那么一个熟悉 这两个人来相比的话 我觉得如果您要做民调 可能连胜文还会比江一华好 对 而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也相对的讲到了 就是民进党在2014 就是郝龙斌第二任结束 不能再连任台北市市长以后 他们要推谁出来 那目前最被看好的 当然第一 就是这个现在的民进党的党主席 苏贞昌 那第二就是2012选了光荣 荣落败的这个蔡英文 那目前呢 大家都似乎在想的 就是说 选台北市长 或者是选新北市市长 要不要选 或者是怎么选 或者是选哪里的目的 都是在为2016卡位 对 的确很难 这个真的是很挣扎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为2016卡位的话 我必须告诉大家 就是大卫不以自诩 很多事情不是你算的 你再怎么精算 人算真的不如天算 你比如说 上一届的五都选举的时候 苏贞昌首先跳出来 他要选台北市 理论上他应该是选新北市 他做过台北县长 结果他就是 他先卡一个位置 害得蔡英文只好去选新北市 两个户掉位置 结果两个都高票落选 所以这样子就是说 2014民进党从地方来包围中央 机会非常大 可不可能台北市选赢呢 也不是没有机会 因为马政府执政 真的是太差了 到目前为止 他的满意度非常低 所以民进党有可能 在双北可以做突破 所以他们很为难 就说如果2014跟2016 来做连结的话 你选完2014 万一当选 那你要不要选2016 万一落选那个人 人家会拱他去选2016 蔡叔的心结就在这里 如果哪一个人选上了 他就没有2016 那如果两个人都选上 那更好 两个人可以 有一个人被拱出来选2016 如果有一个人选上 一个人没选上 变成落选的人去选2016 那选上的人 那不是说我做白宫的吗 所以他们是在这样卡 所以蔡英文就先讲了 蔡英文就先讲说 他觉得应该世代交停 换言之他2014 他比较保守 他认为他不应该出来选 那选2014有人是暖身 你先占了地盘再说 问题你占了地盘 可能就那个市长的位置 卡掉你2016的大位 所以这真的是 左算右算 左顾右半 很难 对 真的是机关算尽了 结果还算不出一个结果来 不过就像蔡英文讲的 他希望民进党 能够世代交替 他讲这句话的同时 事实上也多少 凸显了一个现象 就是民进党 好像有点那么 青黄不接 因为的确 民进党有不少的 这个学运世代 这个中生代 他们现在是差不多 40多岁左右 但是这些人看起来 似乎都还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 可以出来当一方之霸 比如说要出来选台北市的市长 而且还被认为会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候选人 其实不止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也是 你放眼望去 国民党过去因为比较倚靠派系 后来国民党尝试做改革 所以他丢了很多很清新的学者 但事实上也都没有成功 所以民进党在这里头 你说国民党在南部 是一片荒漠 同样的民进党在这个双北 他要突破的话 好像还是要靠天王 就您讲了说 他新的世代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标准 但是我倒不觉得 民进党其实他培养人才 他能言善战的 饶勇善战的人 还是比国民党多 你在立法院里头找 我觉得不乏其人 对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民进党如果说 也诚如社长您所讲的 他的战将真的是比较多 但是如果说要选这个台北市 或新北市的市长的话 在未来的两年 他们是不是要赶快锁定一个人 然后替他加持 然后赶快把他拉起来 让他的政治分量变得更足够 与可能的国民党候选人来抗衡 那当然 但是民进党 因为他有派系的问题 你比如说现在苏贞大海 刚当选党主席 内部的干部 比如说有支持小英文 就离开了民进党中央党部 然后苏贞大海到各派区去协调 点赖 所以就是说这个人 恐怕还是要从民进党内部 他有一个初选的一个机制 他必须从里头去找 这个人会是谁呢 那还要看各派系头头 他们怎么点头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做任何的预测 不过在对于这个观众来讲的话 他们会有点好奇的就是 所谓的民进党的终身代 大概您觉得 就是又具有选战经验 然后口才又变几 然后又在这个台湾北部 尤其是台北市 有可能有机会的 大概有没有个三五位 或者是两三位 应该有啊 民进党立法委员也不少啊 比如说姚文智啊 谢阳廷的姚文智啊 段仪康啊 萧美琴啊 每个人都很能讲啊 对 其实民进党是有他的人才 而且这些人从政也有一定的资历 从两千年民进党执政以后 他们在扮演某种角色 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新闻局长啦 对对 然后他的从政经历也不差 然后对于各方面面来讲 都有他的独到的一个地方 只是说就是说 要去竞选台北市长这个位置 是 你面对就是说 他是蓝大于绿 那你有没有一个比较中间路线 在台北双北这个 你一定要走中间路线 对 就是为什么当初 苏贞昌他提出超越 超越 陈水扁叫中间路线 他们才有机会 陈水扁因为是国民党分裂 他才当选 那苏贞昌他提出所谓的超越 超越最后还是落败 那时候 1998年 对 没有就是那个 那个这一次的 2012年 对 五都的大选 他还是输了 还是输给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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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龙斌 好龙斌那时候 花博的一大堆 被弄了 骂得要死 所以就是说 在台北双北 这个比较 就是说都会型的 一个选区里头 民进党他必须要 拿出一个说服力 包括他的两岸关系 包括他的政策执行力 包括他理性 不是说像这次 就是说非要抵抗 非暴力 这种状态的一个政大 好的 这个台湾的未来 尤其是台湾经济 还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 到底在哪里 以及两年后 台北市长选举 蓝利玉双方 会由谁出现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中国时报的社长王美玉 来到我们这里 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还有点评